今天就剝了 它已经引导了 被急冻冰镇的虾子 赶在还有生命迹象前 得先脱壳做准备 盖上盖子大火焖烧 每隔20秒开盖翻炒 就要把它里面的汤汁全部收干 它收干完以后就变成半烤 收干的目的是让它虾子入味 把它味道把它吸到虾子里面 翻炒 翻炒 再翻炒 濃郁胡椒味不比而来 香而不恰 它那个不会刷水 那种胡椒就差很多 所以你吃过非常非常多种 最起码20种 像它这个样子 就差不多已经干了 然后胡椒都鞋在这边 然后现在整只都是胡椒了 可别以为这样就结束 老板还有秘密武器 这个吹风机 它可以让胡椒快速收干 那它里面的肉又不会太柴 除了胡椒虾 招牌好菜还有这一道 直到每只肥肥虾子裹上一层鸭蛋黄 就像穿上金黄色的万一 才能起锅摆盘 外面的虾料理的话 它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那种 就是不是太死咸 不然就是说 就是说那种没有味道 然后特别这里的料理就是 就是那种咸度啊 然后就是吃起来味道都刚刚好 好 料理口味能让陆客接受 最重要的基本食材胡虾 事前的准备功夫更是马虎不得 虾车每天固定在虾 老板可不会照单全收 送进店里之前 得要通过它的叶延室 我现在把它这个头啊 比较 比较没有黄的把它挑掉 像这个 它也是虾膏饱满的 红红一大块 这个 这就没有了 好 主打博虾料理 虾子品质当然百第一 坚持客人点单之后 才从土缸捞虾 确保客人吃到最亲眼独立 连佐料胡椒粉 都有特别的坚持 胡椒粉我也是找得很久 对啊 这种 我是找到商业的厂商 然后它再帮我 重新再次调配过 然后调配完以后我回来 我自己再调得去 光他们的胡椒虾 我觉得就跟别的 别家不一样 他们的胡椒的香味很够 从原料食材到调味配料 肖文明通通不假他人之手 很多人一试成主顾 我觉得他们的很多口味 都很特别 经常来这里吃 我大概一个礼拜 会来两三次 不论是亲子下厨料理 还是盯着师傅在旁指导 肖文明神情认真 因为胡椒虾 料理对他而言 不仅仅是一份事业 更是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他觉得对方说 有钱 另外一只要是家的 但是很佳一样 处理的路由 才是家的新人 就是三个地方 打下 鬧事 幾乎都有 那時候說沒錢 也就是跟人家去收收帳 然後就吃吃藥 每天 幾乎每天 對啊 好幾天都看不到人 那你要跟他對話也沒辦法 你見不到他嘛 就沒辦法對話 他回來一下就走了 你也看不到 當年才20歲出口的蕭文明 曾跟著飯店大廚學習 雖然有好手藝 但年輕氣盛的他 不甘心過在廚房工作 於是跟著損友服務正業 到處惹是生非 用酒精藥物麻痹自己 婚二度日 今天賺到錢 到酒店 到KTV來喝 然後喝完了 然後鬧事了 就這樣子 來標事情 標了隔壁不行 不爽就打 就這樣子 不是吧 荒唐歲月過了將近四年 好友看不下去 苦勸他醒悟回頭 蕭文明這才痛定思痛 決定重拾鍋產 靠活下料理 放手一搏 我是身上都空空的時候 就是一毛錢都沒有 沒有可以投資的時候 對啊 那時候就想說 這個應該是可以翻身的機會 但想要重新振作沒有那麼簡單 我那時候是真的沒錢 我要開電 其實家裡面的人看到我都跟看到鬼一樣 那我要回去拿錢就是不可能 就在周遭所有人全都不看好的情況下 只有蕭爸爸選擇相信 當時是他說想做做看 但是我一定要給他 就一個機會嘛 所以不管怎麼樣 你借錢也要給他做做看嘛 對不對 做不起來他就自己要 咬著牙根就只是還啊 我爸那時候開計程車 他說你如果真的要做我去借錢給你 是我爸借錢來給我做的 那感覺就心窩就暖暖的啊 對啊 就是還有人願意幫我 立挺兒子創業 蕭爸爸借了20萬買下這台貪車 更自願當兒子的助手 父子倆一起打拼 那時候我開電 就是他一路這樣幫我啊 什麼收完啊 然後幫忙洗澎啊 到現在都還是 為了爭一口氣 讓家人刮目相看 蕭文明咬牙苦撐 從小小路邊攤一路奮鬥 也找到人生重心 我轉正圖了以後 很多東西又問不了我 因為我看過 我知道那個是什麼樣子 對啊 所以 所以你說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再走回頭 不可能 因為我走過來了 靠著好手藝 以及對料理的堅持 十幾年前躲警察的路邊攤販 現在已是擁有四家分店的陶吉 一路陪著壯業的老攤車 依然駐守著老店 時刻提醒著蕭文明 不要辜負父親的苦心 更莫忘浪子回頭的單位 為了 牙齒 對 麻? 謝謝 各位 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